你说你边那位既是你大折 那在赛场上又是您的队员 那你平时怎么平衡在队里大折的这种关系啊 郭艾伦刚进队的时候 这个问题确实 给我本人出了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 因为确实因为我们这种关系 因为在运动队 要需要一个公平的一个平台 所以他那边刚进队 他属于年轻的球员 他刚到队之后 不管他从年龄也好 还是技术也好 还是经验也好 还是身体的对抗能力也好 跟在队的一些老队员 一定会有一些差距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确实艾伦当时受了一些委屈 他来到队伍之后 不管在各个方面 还是训练当中 比赛当中 还是生活当中 要求他要比别的球员更加严格一些 作为球员嘛 都想去上场去打比赛 一旦他有机会上场 他一旦出现错误 不管是在进攻防守的出现错误 可能他马上就会被换下来 可能其他的球员在场上出现一个错误 甚至两个错误 可能还会给他机会 再继续在场上参加比赛 所以对艾伦来说 确实有一些不公平 虽然他受了委屈 但是在我心目当中 我很坚定 很自信 艾伦通过他的努力 将来肯定能达到主力的这个位置 我想问问艾伦 刚开始入队的时候 那会儿年纪还小 你能理解到叔叔的这种良苦用心吗 刚开始理解不了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确实那时候年纪 然后想得到更多的机会 我就是那时候没到两队 就已经进入国家队了 当时我的心气特别高 一定要每一步都要顺势 那种感觉吧 打了一个联赛以后 就感觉从人家遇到挫折了 有点不适应 有的时候上场还没怎么热呢 就已经下场了 下场以后有可能这一场比赛 就上不去了 就这种感觉 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 然后心气那么高 跟以前的那种成就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了 所以说自己心里有落差 所以说我感觉 还是接受不了 但是现在随着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感觉这是一个 很好的经历吧 成长 这个是所有的事情 就是你要想成功的话 不会说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成功不算成功吧 早晚有一天会跌得更狠吧 我感觉 在这儿每一个人吧 包括宋老师的家庭 然后包括轮格 包括所有的成功人士吧 都是经过一番挫折和一番努力 来争取到的吧 不是说一天两天 或者说一帆风顺就能达到的 所以说我因为 我很感谢我老叔吧 感谢我老叔的良苦用心 我心里能体会得到 而且就是如果我要是站踏踏踏 为止当年我也会 跟他做出相同的事情吧